我們在醫學上或是預防醫學或是公共衛生上 我們有一套栽檢的一個流程這樣子 那以下就是跟各位稍微介紹一下 那我們這邊跟各位介紹就是說 我們勢力照顧一個重點的時程 那其實我們可以看下面 下面其實是我們醫學上要幫忙的 上面的部分是家長自己要注意的 那我們從剛出生到大概三到四歲 其實我們國健署有補助健兒門診 就是小兒科醫師其實每次健兒門診 都會幫忙檢查一下眼睛這樣子 那但是這個大概是比較粗略的檢查 那一直到四歲五歲六歲 我們也會有一個正式的視力檢查 就是如果小朋友上幼兒園的話 那我們政府是規定幼兒園 應該要幫小朋友做視力檢查這樣子 所以就是以後是四歲以後 就是每年都會有視力檢查 但是如果四歲以前的話 其實我們還是有一些 新式的篩檢方式 這個是整個大概的 視力篩檢的時程 那上面的部分就是家長要注意的 就是說 比如說我們剛剛前面提到這些徵兆 就是家長平常的時候就可以注意 而如果有問題就可以先帶去看 那如果都沒有問題 即使都沒有徵兆 那我們三到四歲還是會建議小朋友 強烈建議再去點科去做一次完整的視力檢查 那我們才能比較放心就是說 它是真的視力沒有問題這樣子 我們四歲以上其實 定期的視力檢查就是在幼兒園 我們規定是幼兒園的老師或是說 護理師會幫小朋友做視力檢查 那檢查方式就是說 為什麼會設定四歲 因為它四歲是比較可以聽指令的年紀的 所以在這個時候檢查 可信度才會比較高 所以我們在這個年紀 在幼兒園做視力檢查是比較有效率 然後可以找出有問題的小朋友這樣子 那所以小朋友會做這個 上下左右的視力檢查 還有右邊這個 液體感的檢查 這些都是幫助我們找出 有問題的小朋友這樣子 那但是 如果是更小的年紀的話 可不可以篩檢 其實也是可以 就是說我們現在有這種 照相驗光的視力篩檢的技術 那它可以在幼兒園 很小還不會接受指令的時候 我們還是可以做一個快速的篩檢 來判斷它有沒有可能會導致弱勢的一些問題 那哪些小朋友會建議做這樣的檢查呢 目前是覺得是可以建議一些高風險的小朋友 先提早做這樣的檢查 例如說出生是早產的小朋友 或者說他出生的體重比較輕 是低體重 那他其實發現他發展失懷 有發展的問題 或是說他本身就有一些 先天性的重大經驗 例如說心臟病啊 或是說其他的重大疾病 或是說他本身家族 就是有邪弱式的家族史 那這些屬於風險高的小朋友 其實是可以更早一點接受篩檢 是有他的好處 請大家記得按讚、訂閱或分享 記得開啟小鈴鐺 vision不開啟小鈴鐺 一個字幕被稱讚、不設計劃